你看马桶那个堵塞要怎么处理啊 它的构造是这样的 有弯向上了 它怎么会堵住呢 像那个便秘啊 混变都比较硬啊 然后又比较长 那便秘都排不出来了 怎么办呢 要自己捏啊 捏捏捏捏捏 那个肛门的旁边 捏那个肛门的四周围 捏了压了 不然就是那个要吃 吃香蕉帮助排便 比较不会便秘啊 吃香蕉 比较不会便秘 吃太多会拉肚子的 那我再 嗯 便秘造成分变比较硬 那那个 如果排出来以后 要先用那个 铁甲 铁甲啦 长长的那个铁甲 像像垃圾桶 用来那个夹 配合垃圾桶 要夹垃圾那个 那个长长的铁甲子 在马桶里面 这样搅搅搅搅 把它搅散 要把它拨散 然后再冲碎 就比较不会造成马桶堵塞 刚排出来也不会很错 和吃和捆和饱就是幸福了 年纪大了以后 你看那个老年人 吃得顺利吗 有的牙齿都不好了 牙齦很痛 牙周病痛 吃都很痛苦 要用汤匙把它 用汤匙这样搓搓搓搓搓 把它搓得变软了变细了 这样才容易吃得下去 有的外头还用那个果汁机来搭 有的还用剪刀来剪细 它不能连那个红枣的种子 那么尖尖锐坚硬的都一起搭 它苹果那个种子有毒 不能把那个苹果的种子 一起用果汁机搭 网络有影片还是文章说 那个苹果的种子有剧毒 种子要先拿掉 那个红枣那个种子也要先拿掉 才可以给那个老人吃 不然老人一吃就马上吞下去了 那个种子就会被吞到肠子里面去 看那个红枣的种子是尖锐的 红枣那个种子两端尖锐 很危险 有的人还把那个假牙 假牙有钉钉子的呢 把假牙吞进去了 说那个吃蛋糕还是吃什么 吃吃吃 把那个假牙给吞进去了 太可怕了 假牙 假牙如果有松动掉了 要赶快再 再去那个 这个牙科 牙医针兽 牙科针兽了 赶快再把它 补救了 你看这个马桶的问题 构造是这样的 你看 要做这个影片 还真不简单 有水 那销成一半 然后再用那个玻璃 还是什么 把压克力比较透明 拍影片可以看得清楚 还是有水 然后这个 塑胶管弯的 你看那个前端 那个就是金属罐 是砖罐吧 空心的 然后那个 上面锁那个 是抓的那个铁 铁条 也可以旋转的 那个铁条 要跟那个铁罐 空心铁罐 连接在一起 上面那个 在旋转 这个底下 这个就能够动 就能够把那个 堵塞的东西给 清理掉 影片 有看到有 那个水 有掉了 那个水有跑掉了 很厉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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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